7月9号12时15分,今年第10号台风莲花在广东省陆丰市甲东镇沿海登陆 记者从陆丰市三房办了解到,在台风莲花正面袭击下,截至9号17时,陆丰23个镇厂区受灾口大71万人 目前尚未接到因灾出现人员上网情况的报告 另外,向部门预计,第9号台风灿红将于10号夜间至11号上午登陆福建福顶到浙江象山一带沿海 今天凌晨,灿红的强度已经从强台风级进一步增强为超强台风级,它的中心力已经达到16级